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实际的例子 比如说当我现在扩散的时候 在t等于0的时候一开始 在3Dimensional的情况之下 它有一个point source 当t等于0就也许在这里 然后当t等于tog的时候 然后point source就变成在 像左下角这个样子 然后呢我们要怎么样计算 在这样case里面的 大平方的平均值呢 所以根据定义的话 大平方的平均值的话 它的分母会是什么 它的分母会是 因为是平均值 所以就是说总particle的数目 然后分子会是什么 就是每一个particle 乘上它自己所在位置的r 平方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具体举例的话 例如说这也是1号同学 那这边有一个r1 然后这边假设这是 这个是2号同学 有个r2 然后这个是3号同学 所以如果我假设在整个系统里面 只有三个particle 所以就会是什么 r1平方加上r2平方加上r3平方 平方 然后平均值所以是三颗 那当然如果你在r1的这一圈里面 用别的颜色 不要黄色好用 粉红色 在r1这一圈里面 如果有两颗 那你就会乘以2 那如果在r2那一圈有3颗 那你就要乘上3 那如果距离r3的有4颗 那你就要乘上10 然后加起来这边就要怎样 除以9 所以概念上就是这样 可以吗 所以我们如果就是 我刚刚只是用一个比喻而已 所以如果你看右边这个式子的话 就是说 我怎么样看这个 我的total的particle 分母的地方 totalparticle的数目 那基本上就会是 基本上就会是 它的浓度 然后4πr平方底r 对不对 因为4πr是什么 4πr就是 4πr就是这样 4πr平方 然后底r就是这个厚度 所以浓度乘上4πr平方底r 然后积分的话是从0 积到无限大的时候 那就是表示是 在我这个空间里面 所有的total的particle 都被我count在里面 然后接着 接下来分子的部分就是 你需要知道在这个 球形的4πr底r这里 体积里面 有几颗 在r的这个位置 那再乘上它当下的这个 距离r平方 所以就很像是 如果它在这个距离有三颗 然后你乘上 在r的位置有三颗 然后它乘上自己的r平方 那如果在r1 就像在r1的时候 有两颗 所以就会再乘上r平方 然后这个r2的时候 有三颗 然后就乘上 再乘上r平方 然后一样就是r的话 就是从0到无限大 所以这样就可以求得 大平方的平均值 然后就如同我们之前说的 就是 这个浓度 其实在你过去的 第三章的后面有讲说 这个浓度基本上 3Dimensional 2Dimensional 跟1Dimensional 应该会写嘛 对不对 就下一页 也就是说我在浓度这个turn里面 如果是一个3Dimensional sorry 如果是一个3Dimensional的case的话 如果是一个3Dimensional的case的话 我这边就会 分子就会死 分母的部分就会3除以2 对不对 然后这个是 如果是3Dimensional case的时候 它浓度是如何随着r跟时间而改变的 我可以得到这样的公式 然后就可以把它带进 这个 刚刚的那个浓度这里面 跟下面这个浓度这个turn里面 然后最后就经过一连算的运算 跟用下面的这个式子 下面这个给你的hint的式子 你就可以求得 在3Dimensional case 大平方的平均值会等于6DT 对不对 好 然后 如果是2Dimensional case的话 它是 这里会是1 sorry 这里分母的地方会是1 然后如果是1Dimensional case那时候 是1除以2分之1 然后2Dimensional这里的话 就是一样就是 你把C带进去这里之后 因为它是2Dimensional 所以是D A 而不是这个4PiR平方DR 所以你就要2PiRDR 那最后求的是4DT跟2DT 相当于2Dimensional跟1Dimensional 所以1,2,3Dimensional 刚好corresponding to 1,2DT,4DT,6DT 所以我们就成功的把 把什么 大R平方的平均值跟Diffusivity这件事情 连和在一起 Diffusivity就是你看了 我们有兴趣的嘛 然后它基本上就是6DT 也就是说我的Diffusivity越大的时候 我的大R平方平均值越大 或者是我的T是时间越长的时候 我的大R平方的平均值也是越大 那基本上这就有点 跟Diffusion的分析是非常相关的 那我们走到这里 基本上已经成功了 把大R平方的平均值跟Diffusivity 这个聚观的Penomena 连和在一起了 但我们好像还是缺了一个什么 我们还缺了一个什么东西 我们还缺了一个 老师不是说我们想要把它跟 就是Atomic的Movement 连和在一起吗 那Atomic Movement 基本上有机会连和在一起 就是大R平方的平均值嘛 对不对 还记得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吗 就是我们希望 其实最希望的是 它可以跟小R平方的平均值 link在一起 因为小R基本上就是 我的原子跳动一次 然后跟如果可以跟的话 再跟γ就是我的jumper rate link在一起 所以接下来这个推导 就是用几率的方式 就是尝试 下面这个几率的方式 就是尝试给我们这样的information 可以看可不可以 把这两个东西link在一起 那这边用几率的方式 就是得到大R平方的平均值 那这个几率的话就是 如果我看button的部分的话 比如说在我这0到无限大的空间里面 然后在特定R的位置 找到这个particle的几率是多少 那我如果从0几到无限的话 这几率一定会是1 那一样它的分子的部分 一样是在特定R的位置 找到这个几率 这个原子的几率是多少 还乘上它这个原子 离原点的距离R平方 然后这样就可以得到 然后一样基0到无限大 那所以从这里的话 我们就可以知道 如果我可以知道P这个几率 然后是数回合 随着R跟tau而改变的话 我带进去 我就可以求得分子这个值 对不对 那这个目的其实只是为了想要 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大R平方的平均值 跟小R跟jumper rate之间的关系 可以吗 好 所以我们后来就有 用几率的方式推导 那时候有再提醒一下大家说 课本这边给的推导 其实在前面这里 浓度这里 你是用三 dimensional的 所以照理讲 你在几率这里 你也应该用三 dimensional几率 然后来去做推导 是比较合理的 但因为三 dimensional太复杂 所以课本介绍的是 one dimensional的 然后在one dimensional 这个几率的推导 之前课已经讲过 所以我们就直接跳到结论 我们 我们可以就是得到这个几率 事实上会得到几率是如何 随着R跟Ntao来改变 就是下面这个值 对不对 然后你把这个值 带进去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几率的部分 然后你就可以得到 然后你再运用一个 因为你这个几率基本上 你可以看一下 它这边的位置数 是怎样R嘛 所以在exponation里面R平方 然后前面这一堆基本上都是常数 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R平方 所以你唯一 你唯一的就是 你唯一的观点性基本上就是 大R平方乘上exponation负的R平方 你就可以用到前面的这个 前面这个 这个 这个 是 R平方exponation负R平方 那用这个关系式 你就可以解的 解这个几分 那你就发觉它是等Ntao 然后小R平方的平均值 那基本上这样就成功的 把我们刚刚的目的link在一起 我把大R跟atomic movementlink在一起 included什么 平均每一次跳动的距离小R 然后跟Ntao是什么 就是跳Ntao次 link在一起 那你的Ntao也可以把它写成γtao γtao是每一秒跳几次 然后乘上tao就是 在tao的时间里面总共跳的次数 叫做γtao 然后小R平方的平均值 所以你这里你就成功的把 等一下 成功把大R平方 然后跟什么 γ跟小R平方的平均值 link在一起 对不对 然后再接着 就是从刚刚的 spreading from a point source 那个浓度那里 你又知道6D 然后这两个 相等 的情况之下 你就可以找在macroscale的diversivity 可以等于什么 可以等于6分之γ小R平方的平均值 那γ基本上就是atomic jump array 那还记得它跟什么有关吗 它基本上跟 vibration frequency 跟exponation 那个有多少能量超过 那个pulpability 那个超过那个energy barrier的 那个exponation 那个函数有关 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还带出 整个γ事实上就跟材料有关 因为其中包含 bounce strength 还记得吗 beta 然后reduce mass 跟原子的质量有关 然后还跟energy barrier 跟温度有关 这四个有关 那基本上这四个 就跟材料的特性有关 然后此外 它还有一个小R平方的平均值 小R基本上就是原子 每跳动一次的平均值 距离 那这个基本上也跟 类体 structure有关 所以我们就成功把 聚观的diversivity 然后跟围观的γ 跟小R平方 link在一起 那它们之间有一个这样的关系 上礼拜其实就讲到这里 我们借由就是我们发觉到就是diversivity 事实上这个聚观的扩散的结果 事实上是从一连串的原子每次跳动的 它是原子每次跳动的结果 所以你就在聚观上 你看到就是扩散这件事 但如果你用原子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它是一步一步的跳动 然后造就了diffusion发生 所以我们就需要知道 它这个atomic jump rate 一秒钟它到底跳几次 那我们就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一个vibration的frequency 乘上一个就是 拥有超过energy barrier的 这个能量的这个几率有多少 那接着后来我们用 来给同学们 一个概念是说 我的capital R 大 R 它是一个就是经过时间掏之后 然后我的起始点到终点的这个向量 事实上不太适合拿来描述diffusion这个过程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它是向量 所以当我的原子数很多 或时间很久之后 所有的向量相加这件事 有可能就大部分如果是random work的话 它会造就整个向量的总和会是零 那向量的总和是零 就没办法来描述diffusion的快慢这件事情 所以这就不是非常的理想 也不是很适合做一个指标 所以后来我们就建议说 从根本上就建议你说 那min square displacement 就是大R 平方的平均值如何 那我们藉由这样子的概念 推导到就是 我想要藉由实际的例子计算大R平方的平均值 所以我们用两个approach的方法 一个是用浓度的概念 也就是说我在分子这里 因为既然是平均值 所以我就积这整个球壳里面所有的原子数 那就是浓度乘上4πR平方底R 那4πR平方底R这个指的就是在这个底R的这个region里面有多少颗原子 就是那个底R就是那个球壳 那我基0到无限大 就可以把所有的原子数 就可以把所有的原子数 农瓜在里面 然后分子的部分会是R平方乘上 在R这个小小的底R里面 它有几颗原子 所以就是R平方 R浓度乘上4πR底R 4πR平方底R 4πR平方底R 那4πR平方底R这个指的就是说 在这个底R的这个region里面有多少颗原子 然后它都是距离R平方的 所以我就可以把每一个距离R平方 那这个R就可以从0到无限大 所以我就可以得到这个R平方的加总 所有每个原子数 它自己乘上它所在的距离的平方值 然后每个加总 然后最后我就可以得到6Δ 那我用几率的概念也是如此 也就是说我在空间中 从R等于0到无限大的这个位置里面 我找到这个扩散原子的几率是多少 那分模的部分是1 那如果在这里其实这个用0会比较理想 那我在 那我每一个R 所在R找到的几率 基本上就是πRτ 然后乘上R平方 然后基0到无限大 那这样子最后你算出来结果会是γτ 小R平方的平均值 那这两个都是min² displacement 所以相等之后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聚观的diversivity d会等于6分之γ 这个是total的jump frequency 或jump rate 都是一样的意思 然后乘上小R平方的平均值 那这个γ基本上指的是 跟γprong这里是不太一样 这里指的是单一方向 所以如果你在跳动的时候 有前后左右上下有6个方向的时候 就会是6γprong 会等于γ 对不对 那如果你有4个撬动方向 就会是4个γprong 会等于γ 然后小R的话指的是 我平均每跳一次的距离 会是多少 那这样子这样的概念就会 跟latest structure ABC会有关系 对不对 然后我是跳跟vacancy做交换 还是我是跳interstitial sign 都会不太一样 所以这样子我们就成功了 把聚观的diversivity 跟微观的atomic movement 来link在一起了 然后提醒同学 这γ这个部分 基本上上面这两个都跟材料特性有关 因为你的jump rate或jump frequency 事实上就跟bund strength 然后原子的质量 跟energy barrier还有温度是有关联的 然后这边基本上就是 看我一次跳的那个平均距离是什么 那这就会涉及到mechanism的部分 就是atomic diffusion的mechanism 好吧 然后接着我们有讲到说 前面我们都有讲到 讲的random walk 多半是non-correlated jump 也就是我这次的跳动 跟下一次的跳动 事实上是完全没有关联性的 那如果是有关联性的correlated jumps 那我们怎么样修正我的diversivity这一项呢 所以我们接下来这一页就是要跟同学们说 如果我的是correlated jump的时候 那我们就回到当初 我们在计算大平方平均值的时候 的这个表示时 然后那个时候 我们是假设它是random walk 所以我subvention我的cosθ这一项 也就是说我的这一次跟下一次跳动的这个夹角 如果它是一个random walk的时候 它会是一个0的turn 但它现在是correlated jump 也就是说它不是乱跳了 那这个时候这个turn就不会是0 它就会有一个值 那这个值会不会影响到我的diversivity 刚刚的那个d呢 然后是答案你就会吗 答案会的对不对 因为我们当初也是用这个观念 这样子来去代表 来去得到刚刚的那个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我后面这个turn是non-zero turn的话 那我要怎么样修正我刚刚的diversivity的那个关系 那在这里它定义了一个叫做correlation factor f 那这个f的话基本上它就是把所有的turn 这个equation 这个下面这个 上面这个 除以ntau小r平方平均值 也就是除以这个值 所以这个值除以这个就会变成1 然后加上这个turn 除以这个ntau小r平方平均值 那我就令这个东西叫做f 那从定义上来看 你可以看到这个f你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当我是randomwork的时候 这个这项是0 所以我的f会等于 会等于1对不对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你在这样的例子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cas1值了 就会是f等于1的时候值了 就是non-correlated jumps 对不对 然后此外你看这样子的观 这样的definition 也告诉你说我的r小r大r平方的平均值 会等于ntau小r平方平均值乘上f 这里对不对 他就经过过去你只有这个值 那现在多了这个像修正向f 就是correlation factor 那我们来想一个就是两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也就是说如果这次的跳动 跟下一次的跳动方向是一样 也就是说我一直都往前跳 那我这一次跟下一次的夹角会是多少 就会是θ会是0 cos0就会是1 所以我在做内积大平方平均值的时候 会是ntauR dotntauR 所以两个ntau会拿出来 小r平方平均值 所以你带回 这个带回这里的时候 你的f就会等于什么 ntau 因为这里是2 然后这里是1 然后后面是一样的 所以就会ntau 那如果是另外一个极端例子 我这一往前跳又往后跳 往前跳又往后跳 那也就是说我这一次跟下一次的跳动方向 永远都是反的 所以我会知道怎样 就是基本上我完全不移动 我r平方的平均值 基本上就是我往前跳往后跳 不就等于还在原地 所以我r平方的平均值等于0 所以这个时候我的correlation factor就是0 那这两个是个非常几乎不会发生的极端的例子 但只想跟同学们分享说 如果我是一个correlated jump的时候 我的f 我的f会是1 以外的其他值 不会是1 那至于会是多少的值 因为这个有点浮夸了 但多数晶体里面大部分都会是借在0跟1中间 好不好 好 那接着我们把刚刚那个 我们从刚刚的浓度那一项 浓度那个浓度的浓度就是 浓度就是我们用浓度积分的那个方式 得到的大平方的平均值等于6顶套 对不对 然后我们后来是用几率那里 我们得到这个 我们得到前面这个值 但因为从刚刚那里 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要考虑修正这一项 所以就成了一个f 在这里 所以我们把这个几率的那一项 这边要建议修有一个f 会比较适合 那这样这样的公式 推导出来公式就可以用在 不管是non-correlated 或correlated jumps 就比较universal一点 所以我们把这两个相等之后 我们就得到我们最后的公式 那其实跟之前那个蛮像的 基本上就是6伽玛小阿平方平均值 只是多了一个什么 correlation factor f 那在这里就是有提醒大家说 就是我这个z 伽玛prong z是coordination number 也就是说这个是total的jump array 或jump frequency 对不对 那你有你单一方向的话 它是伽玛prong 那你要乘上一个它可能的jump direction 才会是最后的total jump rate 或jump frequency 然后f就是刚刚讲的correlation factor 如果它是一个random walk的话 f就会等于1 因为它就会是cos 就是cos summation 就会等于0 那如果它是一个interstitial diffusion 就是说我的原子是 是借由interstitial side做扩散的时候 那因为它也不受任何限制 interstitial side到处都是 四面八方都是 所以它的f也会等于1 那如果是vacancy mediated diffusion 那大家就可以知道 vacancy mediated diffusion vacancy mediated diffusion 基本上它的原子是靠什么 是靠旁边有vacancy才能做移动的 所以它的这一次jump 跟下一次jump 是correlated的 所以这个f绝对不会是等于1 那它等于多少 或是可不可以被估算呢 课本有提供一个就是估算的方式 那它基本上是一个非常粗糙的 粗糙的就是估算方式 那怎么样的粗糙的估算方式呢 也就是说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白色的就是我们的原子 然后扩散原子在这里 就是用蓝色label这个a 然后它旁边有个vacancy 那我们这边讲的估算是 for vacancy mediated atomic diffusion 那就这样的例子 这样的a它要怎么样扩散 它一定跟vacancy做交换 所以下一个move 它有可能会跟vacancy做交换 那vacancy就会到右边来 然后它会到再左边 那下一秒钟或过去等之后 它也许这个vacancy 就又跟别人做交换 就跑掉了 那再过几一些时间之后 也许又有别的vacancy 跑来这个位置 这个时候 我的a原子就有那个机会 再跟vacancy做交换 回到原来的位置 那这件事情 就是远远看就会发生什么 这件事情 就完全对diffusion 是完全没有contribution 所以我们要把这样子的event 剪掉 那这样就是 我可以扣掉两个 两次的jump 基本上是对diffusion 是没有贡献的 那剩下的就会conceder成 就是correlation factor 所以它这边有讲的意思就是 如果我vacancy exchange with nearby tracker with a probabilityz分之1 那这里的z就是coordination number 对不对 它如果是fcc 它跳在这里的几率 它跟它换的几率就是12分之1 那过了一阵子之后 它有可能又会再回来 所以你要把原来的 就是你要把百分之百这件事情 扣掉两次 它过来这里 然后它过了一阵子之后 也许有另外一个vacancy到这里 然后它再跟它交换 换回来这个 这两次完全对于diffusion 是没有任何贡献的 这两次 那你就可以得到correlation factor 那所以它就告诉你一个简单 就是1-2 那这是一个很粗略的估计 那课本上还有提供另外一个 像稍微比较严谨的估计 它是起因于当初的correlation factor 的definition 然后它求的 如果你看这个式子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 如果可以把所有的cosθ 都average 起来 cosθ的average 然后再submation 起来的话 那我就可以得到f是多少 这概念上是这样的 所以51跟52也有推导说 怎么样得到cosθ的average 那我们解这个式子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f会等于1加average的cosθ 然后1-average的cosθ 这个是经过这边推导的结果 那怎么样求到cosθ的average呢 课本上也提供一个就是概念 也就是说你的cosθ的average 你可以把它利用probability 乘上cosθ 来做就是估算 那对于 对于就是 就是probability的话 就是我跳到那个位置 那它的probability 在fc里面一定是1 12 那我就要跳回来 跳过去再跳回来 这个θ就会是180度 对不对 那就会是-1 所以我就把这个average的cosθ 带进来 那我就可以得到一个f估计值 f的值大概就会是0.85 那这个其实跟这个估算其实并没有差 因为这个值值大概是0.83 所以其实没有差很多 不过这两个基本上 然后你让这个原值 你设定一个原值跟vacancy 然后你让它random的跑 但跑的方式就是一定要跟vacancy做交换的话 你就可以记录下 你例如说你跑了10的2-3次 跳了10的2-3次 或跳了10的8-9次之后 你这个电脑就可以帮你计算每一次跳动 跟下一次的那个θ值 然后帮你做subvention 那就可以得到正确的f 但课本上是讲说 就是如果用这种方式求得的f 就会是真的更逼近真实的 但他们觉得 他们有篇配合他就说 就是这样子 我其实跟这样估算 其实没有差到很远 所以他们觉得 其实用这样简单的估算就可以了 不用到这么精准 但也是提供了读者说 一个可以 其实用computer跑 其实还是可以得到 真的确切f的一个做法 好 那我们竟然在vacancy 这是vacancy mediatedf 可以做这样的估算 那我们就把这样的概念 用到这里 所以在第一节这里 我们就得到一个diversivity 会等于6分之γ 小R平方的平均值 再乘上一个f 小f 那f在random book会是1 interstitial division也是会1 那vacancy mediatedf 你要用1-2-z 或是刚刚的那个 1加cosθ 1-cosθ 都可以 好不好 那其实 可以用1-z分之2 其实就可以做估算 好 那接下来就是 我们要讨论的 可能会是 已经讲完第一章 大家也对于diffusion 就是可以用这样的公式 已经link了macro 跟microscale 的atomic movement 的behavior 来做link了 那我们可不可以把这样的概念 带到真实的晶体结构里面 我们想要知道说 真实的atomic diffusion mechanism 是如何的 原子到底在材料里面 在金格里面 它到底是怎么样做跳动的 那在讨论这件事之前 我们要介绍四个 diffusion mechanism 那它们都会不太一样 跳动模式也不太一样 那这四个主要主要在 mattle material里面 那在这一节 四至二节最后面 我们会再介绍 ionic solid ionic solid ionic solid 除了本身具有 FCCBCC的这种 crystal structure之外 它还在跳动的时候 我们还需要考虑 电中性的平衡 所以那个时候也会不太一样 它vacancy的浓度也会不太一样 那我们先介绍 相对比较简单的就是 先介绍这四种diffusion mechanism 那第一种rim mechanism 基本上它指的就是 我现在有一个matrix 就是我现在有一个host atom 是黑色的 那我有个diffusing atom 那它跟host atom 同时间同时交换这件事情 我们叫diffusion mechanism 我们叫rim mechanism 那这个diffusing atom 可以跟host atom 可以是同样一个atom 也可以是大家借由掺杂 然后占据 作为substitutional site 就是占据substitutional site 的那个dopen 也是可以的 那在这样子的diffusion mechanism 里面 大家可以想象一家这件事 你要跟它换 然后它又要刚好过来 所以在这local的地方 会产生什么 你要直接过来 会造成一个 什么 会造成一个distorted 所以这个原子需要克服 high lattice distortion 的energy barrier 那同时这个也需要 然后它们两个要一起换 所以这个distortion 会非常的大 所以在rim mechanism 通常不是一个 energy favored process 然后除此之外 它因为 这个distorted energy barrier 也是比较高的 所以它需要 它比较容易发生在高文 那同学们可能会问说 那 energy barrier 比较高 那我如何降低它的energy barrier 可以啊 那就是 不要一个换一个 是一群 例如说 一群跟一群换 所以有另外一个就是 如果你想要降低这个distorted的话 你就是一群 就是很多原子一起同时换 但你可以想象 每一群原子要同时换的时候 那这样的几率就更低了 对不对 所以你 你如果想要降低distortion 你想要 比较多人一起换 的确distortion会比较少 但这样子大家一起 同时动的几率 就会变得很低 所以rim mechanism 大概是这样子的状况